所谓心事,就是把事情搁在心里,重重欲解,无法疏解,然后发现幸福变得稀缺模糊,直离破碎,甚至凌落成泥。 这一路上,明雨暗,多雨笑,是雨的,在时光里缠笑,和谁过不去,最后都是和自己过不去,轻易把自己交给焦躁,哭泣,抱怨,很轻易地先进去,很困难地走出来。 先进去,失败不妥,看不透,走不出,事战不高,望不远,把自己求所在悲苦的淋雨,愁眉苦脸,四面楚歌,天大地大,不管走到那里,都有不喜欢你的人和你不喜欢的人。 生活本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,有悲苦的人生才是活的人生。 不和不如自己的人计较,深厚于浅薄,单纯于复杂,他看不上你,你也说服不上他,因为你们根本不在一个频道。 不和自己不如的人计较,君子不争言良,高人争风计较,只能让自己心胸更为狭窄,钻见了死胡同,不仅输掉了能力,也输掉了风度和气量。 无有一生,不争朝夕,我有心胸,不计输赢,处处绿阳看西马,家家有路到长安,不与春花争鞘,不与夏雨争凉,不与秋虫争鸣,不与冬雪争净,复为不争,即是亡,水不争,自由自在,天不争,百鸟尽规,不争,此有世界,也自有境界,欲为大树,墨欲草争,有些事情。 你真赢了,也输了,世上,最可爱的精神是百折不挠,最洒脱的态度是不去计较,闭目想想,苦乐,悲喜,聚散,最终都随风,随烟,随云四处发誓,红尘繁华,不过水月净花,人生,不管是一般现在时,还是正在进行时,最后都沉过去完成时,拳头大的心, 若是承载了愤怒与伤痛,哪里还装得下明月和清风,最喜欢,墨水平斜斜插着一枝花,随是灰尘满面,却遮不住喜色,枝叶舒朗,其间愿还大自在,不如,去做一朵清香的茉莉,即使有人将你踩到了脚下, 你的清香会跟随她的脚步刺出流浪,把天地折叠于心,把明月升上进凶,清风来了,花朵开了,万事自在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